今年的金馬獎 以及國慶聖典上 有一個相當特別的表演 那就是Acapella Acapella到底是什麼呢 許多朋友不知道 有另外一部電影Pitch Perfect 就是世術一群熱愛唱Acapella 夢想的大學生 今天邢恩特別為您邀請到了 今年為金馬獎所鋪去的刷刷 跟各位介紹什麼是Acapella 走 我們一同來到A House看看吧 很高興今天來到A House 這個讓所有熱愛Acapella的人們 能夠擁有分享交流的原地 到底什麼是Acapella Acapella又有什麼令人如此著迷的魔力呢 幸恩今天特別邀請到 為金馬獎所鋪去的雙雙 跟各位分享什麼是Acapella Acapella在中世紀時期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 那個時候在修道院裡面的神父跟修士 會用全人生的方式去讚頌上帝 那因為那個時候在教堂是不允許有任何樂器出現的 所以那個時候的人們就成這樣子的音樂 沒有樂器伴奏的音樂叫做Acapella 在教堂裡面的形式的音樂 那慢慢發展到現在就是加了一些麥克風還有音響這些東西 然後人生可以透過這些東西就是去模仿一些樂器的聲音 所以就慢慢演變成現在大家所熟悉的現代Acapella 其實Acapella在歐美已經發展得非常成熟 可是其實台灣Acapella的音樂還在慢慢成長當中 所以A House的成立是希望說能夠提供這些團隊 台灣的團隊一個累積表演經驗的一個舞台 然後也希望說他們將來能夠在世界的舞台上面發光發熱 A House不只是一個咖啡廳 它更是孕育出許多Acapella歌者的夢想啟程發源地 今年這群台灣堅持Acapella夢想的歌者們 獲得了世界奧地利格拉茲Acapella大賽的金牌獎肯定 也算是另外一種台灣之光 有客人不妨來A House做作 一同給這群堅持夢想的歌者一些支持的力量吧 小看你自己 小爸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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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爸爸